其实这个题目是我思索很久的题目 那我今天如果大家拿到我的那个hand out 发现我列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动动脑 这是我的主题 大纲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那么我们在佛教界里面常常听到的 解形病重 或者是胡肺双修 那我们在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 台湾的佛教徒呢 其实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人会称自己为佛教徒 而且越来越有正信佛教徒的这个概念 所以呢表示大家不是只是像以前的听经文法而已 自己还会去修读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词汇都出现了 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运用佛法 怎么样烦恼迎刃而解 蜕变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可以看到本来是要成佛的这个目标 已经拉到了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怎么处理问题 那么我用了一篇文章 是慧敏法师所整理的 他有发现说佛教常用的仪式 他的精神是怎么样子 那我在那个文章里面都有提到细节 包括呢佛教要涵盖我们的这个身口意三个层面 然后呢佛教他把里面的所谓的礼仪一制仪式 分成三种常用的仪式修行跟法会 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 因为我们虽然有解行两门 我们虽然有各种佛教的仪式 但是我们常常把仪式呢认为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仪式服务啦 因为师父呢协助你 帮你呢带领仪式 好像师父是提供你一个红法 或者是一个仪式服务 那一般人呢只是参加仪式 他有没有从仪式之间呢 去了解佛法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都还有很多不同的落差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概念 很多人认为说 仪式不是学佛 仪式指我们生活习俗 只是我们一些通过性的仪式 比如说丧礼啊 或者是供修什么 这里面的宗教的意涵到底是什么 我们身边泛滥了很多种的有关佛法的词汇 但是什么叫做修行 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空间 高低可以解释 那么所以我要来谈一下修行的分类 那我想这里面的名词在座可能都很熟悉 比如说结膜是什么 那么比如说灿礼 或者是在座可能很多人打过佛妻 或者是禅妻 这是惠平法师所列出来的这些项目 那么佛教的法会呢 又称为法是佛是佛要等等 那么他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 有佛诞节 有栽生大会 已经快到了 还是已经进行 然后呢有灾界 有八关灾界 那么也有水陆法会 还有放生 还有宇兰盆会等等 宇兰盆会我们常常讲的是中原普渡 种种的这种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在场很多人都参加过 那另外一个可能比较多的是灿法 那么灿法里面它有仪式 要离灿 然后呢要发愿 那么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 是灿法本身 它在持经的这一部分 它在念经 经灿经灿 其实念经的这一部分 并不表示只有念经而已 你就变成要了解佛法 因为你有经本 你要读进去 所以经灿经灿 并不是只有后面的仪式 而是把了解 跟后面的仪式 整个结合在一起 那么尤其忏悔发愿 发露 这种种都是你要开始 做一个宗教的 一个献身活动 或者是要重新改变 你的人生 怎么变成一个新的人生 要先忏悔 那么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佛教的仪式 那么中国流行的灿法 大概有这些 我们列了七种 那么凉王宝灿 慈悲三昧水灿 大悲灿 妖之灿 净土灿 跟地藏灿 还有其他 那么这些灿法里面呢 其实呢 又可以发现有两个主要的用途 一个就是 丧礼的时候使用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 最明显的就是地藏灿 那么还有一些是年度的时候 年度的时候使用 那现在大悲灿 可能大家没有常常做 可是我们到很多的寺庙 都会喝大悲水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后面有八八红明法灿 千佛红明法灿 这是在年度刚开始的时候会念的 那这个就是凭着这个佛菩萨的保佑 然后开始我们的这个另外一段新的人生 不管是年度一年一年的更新 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时间 你会分段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需要 时间要分段 过年的时候要常常立志 觉得好像除夕的时候 把一些东西旧的除去了 没有达到的 或者是有些遗憾没有完成的 在新年的时候又来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年新的开始 那我们的修行常常也不是一个 一成不变的一个阶段 我们需要达成小段小段的目标 比如说每年 然后呢我们每三节 中圆 上圆 下圆 普度 然后我们每天 对不对 早上的时刻 最好的时刻就早刻抱起来 所以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身体的行为 其实是可以用时间来分段的 那这些身体的分段 不管你在念经 或者你在冥想 基本上是身体化的仪式 你要是一年只打坐一次 那没有用对不对 你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打坐 慢慢慢慢慢慢的学习 所以这个整个把你的 用一种仪式化 把你身体的修行呢 把它固定下来 那在重要的关节的时候 你可能是集体参加一个法会 然后法会有目标 是要共修 要回向 要做什么功德 所以整套的仪式 其实是纳入我们的修行里面 只不过 只不过 因为它是团体性的修行 所以大家可能比较忽略了 可能就是认为说 只有个人的修行 最好就像达摩祖师 在那个蟬洞里面 19年还是8年 面壁那个才叫修行 所以我们的颤法 我也把它特别列进去 这是佛教的很重要的一个修行实践 好 那么我们把内容讲完之后来讲它的分类 在了解分类的时候 我们的主要的根据都是来自于佛教的经典 那么佛教的经典 第一个 我们的修行典范都是释迦牟尼佛 他所建立的就是以一个人成佛道 那么释迦牟尼佛 他的修行 不只是这一辈子的累积 所谓的福慧双修 在释迦牟尼佛来讲 本师佛来讲 是好几辈子 就是轮回 所以他有很丰富的本圣经的故事 里面有讲出来要慈悲 慈悲双运 悲至双运 那第二个的特色呢 就是其实佛教的修行是有次第的观念的 就是以戒别来规范 如果你是在家众 你受八观灾戒 五戒 如果你是沙弥 你有十戒 然后到了出家众 有所谓的巨竹戒 那你是一个所谓的大圣的菩萨的信徒 那么你有菩萨戒 其实非常清楚的 他的修行是根据你的身份 到了哪一个阶段 那你的身份怎么样决定呢 是由你受的戒来决定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修行是有僧俗之别的 我们中国传统里面 因为我们的宗教 就是所有的 就不管是道士或者是僧迷 都不是社会精英 我们的社会精英是儒家的世代夫 我们跟印度社会不一样 那么所以我们在中国呢 这些情况都有有所不同 那1A就是我列出来的分类点 那1B就是我列出来的相对应的 那么僧团的存在 在僧俗的这个修行分工之下 它代表佛法的存续 所以僧团相对的 只要这个僧团运作得很好 修行有成 其实僧团替信众提供仪式服务 这一点在中国社会里面 往往被忽略 我们反而比较注重的是 俗人他必须供养僧团 所以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么传统的僧俗之别的话 我用了法华经里面的法师五行 我们就可以看到 法师他做什么样基本的训练 基本上就是一个红法的过程 然后呢 法师他有一个重要的责任 就是僧且他必须继续下去 代表佛法 所以呢 他里面有很多的生活的规范 包括我们的清规 包括我们的戒律 那么他也要度重 所以他要移轨 这是一般传统是这样子 可是到了中国传统面比较麻烦 尤其我们有一个白衣上座下列自衣 是不可以的 那么基本上我认为说 这个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居士可不可以红法 有一个就是居士就是不能红法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居士可以红法 但是呢 僧尼不可以拜居士为师 这个是僭越的所谓的僧俗的这个边界 所以但是我们知道台湾 有非常多的宗教团体 包括有所谓的佛教信心团体 很多的所谓的新的导师 新的教主就是居士 就是白衣 所以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里面 尤其是非常紧张的 就是因为这个僧俗之别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传统的僧血修行 读经对不对 打坐参修 这是我们一般的一个印象 那么现代呢 大家看到上面两张图 是最近引起争议的 有没有人看过 这个已经不是少林功夫的问题了 他们是拉小提琴全世界表演 那还有舞蹈 还有做什么的 然后呢 森前红法还有一个 你要出书 要透过文字 比如说达赖喇嘛的书 达赖喇嘛我们现在称他为 办公室的精神导师 办公室的精神导师 他的书非常的盛行 然后另外就叫红法 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这个摄影机啊 我们要透过影像红法 非常的复杂 现在师父其实蛮辛苦的 那么传统的话 我们看南传佛教里面 还是很清楚的就是要供养 不管是缅甸或者是泰国 那么最左边下面那一张 就是我们的供养 我们要披上海青 我们要在特别的仪式里面来做 我们不是每天早上 煮饭的时候多准备一份 我们的供养是非常的仪式化的 仪式化到今天的台湾的摘生大会 我们是用这样子的年度的方式 我们不是每一天的来给师父们 我们有一个仪式性 因为其实中国传统里面非常讨厌乞丐 可是在比较早的教团里面 他们是不要去为煮饭麻烦的 对不对 所以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看这就是我强调的仪式化 跟时间性 实节性 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代台湾的修行议题 会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我说的 会跨越生俗之别 第二个是重视教育 第三个是清室精灿 那么为什么会清室精灿 其实跟清末明初以来 佛教僧团本身的改革是有关系的 譬如说太虚大师的改革蓝图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它全部是以提升僧且的实力为主 那么太虚大师那时候面临的 这种知识的发言权 但是他也提出来新僧运动 僧人必须接受白化文 白化文 那是最大的一个冲击 好 那重视教育呢 就是根据这个传统而来的 所以现在台湾 不仅是佛学院 还有呢 博士僧尼 博士教授出现 清室精灿 仪式市场 如果萎缩的话呢 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其实这里面没提到 我们现在的仪式呢 都变成 比如说我们要跟殡葬业 专业的这些公司来争取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国际仪式市场 葬传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 很热闹的做法的方式 其实在拼命读书的汉传佛教 这个台湾 他们填补了某一些空间 有它的吸引力 但是金灿是必须的 金灿本身就是一个增加福田 而且金灿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是可以把功德回向的 大圣的这个佛教的身团 佛教的团体社群里面 功德可以回向 你本来是自作自受 自己修业 可是你现在功德可以回向 这是凝聚我们所有的 微不足道的人类 可以在一起的 一个共同凝聚的力量 所以基本上金灿其实不一定是死人的专利 好 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文字修法 各式各样的 包括英文书 还有跟禅修 然后禅是打卡下班 然后全球都在做禅修 就是熟人进来做以前在僧团里面禅堂的事情 看看这个韩国或者是欧美 全部都是熟人 那么传统跟现代 左边那个大家有看到欢喜佛 现在很多的酒吧 我们那个Lucky 那是什么Cookie 现在都改成佛头巧克力 就是整个的对佛教的 那左边是 右边是我们还在放声 好 所以我们现在困听说 我们刚才台湾的佛教特色 事实上是这个样子的 那相对的我们台湾佛教的这个佛教界 并不是坐以待毙 他们有所改革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趋势 有提出专业宗教师 宗教师这个名词 非常的 很多师傅都拿来说 我们是宗教师 我们有民众关怀的护照 我们有学习什么样成人教育的证兆 那么台湾移民跟台湾宗教市场 台湾移民出去跟宗教市场进来 这个是我们国际化的特色 就是我讲的仪式 那么另外一个中产阶级化 我再讲一分钟就好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教育 变成师傅们在行门方面 要培养禅修师或者念佛师的教导 那么在解门方面要把试学融进去 试学就包括这些比较专业的学术化 变成大学教授成人教育 各个是种心理资商 这个都还没有动 我们现在都还在动的证兆是临终关怀 其实试学的层面非常的广 包括家庭 包括社会福利种种 就说从教育方面 也许那个范围可以扩展一点 那我想我的文章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等一下公开讨论的时候 还麻烦大家跟我集市广益 大家来讨论一下 谢谢